第一局比赛即将开始版行为玉女烈白 有请主裁判入场 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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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上井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 5 4 3 2 1 天亮了 竞选警长环节 请举手的选手将上井灯点亮 5 4 3 2 1 竞选警长的选手有1号 2 3 5 6 6 7 9 10 11号 根据现场时间 随机从1号开始发言 我底白是个好人 那么好人的灾难就来了 好吧 其实呢我很想摸好人赢一把的 真的 因为这个赛场上狼赢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我希望这把我们好人能赢 我也希望所有的好人 能够独立去听发言 而不要去谁保谁 谁眼保谁 因为你有可能保错了一张狼人 导致了好人去攻击你 你要再从攻击你的好人中 找出好人再找出狼人 就特别的难 所以我觉得好人 如果大家齐心协力 我觉得狼队就一定赢不了 狼好赢就好赢 在晚上叨叨叨 好人互相再打再插队 所以我希望好人能赢 我底白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我想想我要不要认真听发言呢 我就认真一点听听 好了 就 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 反正 我觉得谁是那个预言家 我就退水 我觉得前置位师 我可能就刚在井上 好了 大家记住一定要独立听发言 好人千万不能互打 我真的希望这把好人 我们能赢 好吧 其他没有了 我底白是个好人 过了 二号选手请发言 那个我是好人 然后 我刚才在看那个一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就边听边环顾了一下 井下三张牌 那个十二号玩家基本上是没有在听一号玩家发言的 就是我感觉你对一号玩家发言是漠不关心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抿了抿可能会抿错啊 但是我会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玩家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你并没有很认真的去听一号玩家发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四号玩家摸完牌 就很 轻蔑四笑非笑 那种感觉 我觉得 可能不像是平民 有可能是摸到狼人的那种四笑非笑的感觉 我点一下 可能会点错 我是好人 前置位我听一号玩家发言 一号玩家中心核心思想 就是说 我们这个希望好人能赢 他是个好人 好人的灾难来临了 但是好人不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说了一堆 其实一号玩家发言 我听了听啊 他的身份像是X 其实听一号玩家发言 看看周围的人 大致啊 因为之前 那个我们有交给过我 就是如何去判断狼人 我就在看 就是一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是哪个谁是最不专心的 那可能是十二号玩家 所以我这个位置 前置位我就点一点 四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 外置位都没有了 我是好人 一号玩家他说的那么多 我觉得是一个X身份 就是X身份 因为 有可能如果你是狼 十二号玩家 可能是你的狼同伴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吧 我是好人 那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认下我 那个不要再以什么 我和红牛就是狼 这种逻辑来打我了 之前有这样打过我 我是好人啊 我和红牛是因为我紧张 过了 三号选手请发言 八二顺宴吧 七金水 宴七是我 入业之前只抿了两张牌 一张是七号玩家 一张是十二号玩家 七号玩家对我是没有做什么反馈的 我觉得他当时是偏紧张 十二号玩家给了我一个比较轻松的反馈 就对他抬了下眼睛 他对我抬了下眼睛 所以十二号玩家我就不宴了 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锦下是四八十二在锦下 本来我是更倾向于去验这个四的 但是因为二号玩家的发言 让我觉得有可能像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你说了后志位的牌 疑似身份牌 我不太觉得一张好人牌 去点疑似身份牌 或怎么样 你可以说一张牌挂像 我觉得这个疑似身份牌出来有点奇怪 至于为什么把你放在第二锦辉流 是因为这张八号玩家 我觉得其实你对于二号玩家的这个反馈 有点像是有一点暧昧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够撑二八的狼同伴 我不知道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个八摸个二吧 七号玩家是这样子的 我验出来你是个精选的 我希望你帮帮我 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更倾向于感觉的人 不是很讲逻辑 就锦上你们一定要让我去 按照位置去打什么狼坑什么 我打不了 我可能就只有看眼神的反馈 更容易给出这样的 就不要用这个东西才硬打我吧 八二十年了 七斤水 还要盘盘啥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这个发言我定义不出来 但是我预言家镜子毕竟只有两张嘛 对吧 如果有机会有第三张的话 我蛮想念这个一的 蛮想念这个一的 就八二十年了 七斤水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我发言 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看的东西 看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准 但是得分享信息 我看的是那个 一七十十一 我觉得四个都不是很好 那个至于 就是看的为什么不是很好 那是感觉的 就是可能是猜一下 重点是十号玩家 那看完你看完牌以后 好像是没看清楚 就想再看一次 但是感觉好像再看一次 好像被别人看出来了 而且那个摘亏以后 你一直那个做的很端正 很像是一个那个上课的学生 太认真了 我觉得三不管是不是愿意 你可能会跳 然后那个 鉴于三自己的发言 我没觉得特别好 当然只听到他一个人发言 我就点评一下 你说那个八二顺艳 二在那个听完一发言的 直接踩的那个四跟十二 都不是特别好的 对吧 直接踩了四跟十二 都不是特别好 并且说一如果是狼 有可能做十二重办 你认为二号玩家的发言 有可能是狼 就先禁验二号玩家 你说因为二 八对二的反馈 他俩比较暧昧 这个我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因为八发言 二发言的时候 八做了什么反馈 我不知道呀 你也得跟我说呀 二发言的时候八干啥了 八是没听还是怎么样 然后而且你仅会有八二同时禁验 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好 而且那个再加上我看 入业前看的一期 一期十一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还要听一下七发言 好吧 那个我把我自己的信息分享完了 听完一发言 我把他从一个我看的偏狼的人 变成了一个X 二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是身份 因为他井上高之第一个发言 直接踩了一 并且踩了四跟十二 等于是他在第二个发言 直接踩了三张牌 我觉得是疑似身份 我不会保人的 那个预言家的话再听一听 前面三的问题 我已经点了 好吧 我是好人 我过了 六号选手请发言 人家是打麻将的 别这么苛刻 我觉得你发言还行 但我跟你的意见有点不太苟同 我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是猜到 因为我是看的 看的东西不一定准就是猜的 我看不下觉得一跟五还行的 因为我跟一有个对视 我觉得他还蛮像一个好人的 所以你我觉得你还好的一点 就是首先第一点 我看你比较像好人 其次第二点 我觉得十号玩家也不好 十号玩家是摘亏完之后 就是所有人在发言的当中 我是看出他不太好的 一跟五是开白之前 我觉得还行 所以我对你的发言 我觉得你其实蛮好的 但是因为都没有听过十号玩家发言 一的发言我听了 我觉得一号玩家挺好的 他是我觉得不像是一个狼 做做的从好人的角度出发 他发言还蛮像好人的 你觉得三 三我觉得有点不好 就是因为他是觉得十二是还行的 那二号玩家是直接攻击十二的 理应他应该是把二 第一个优先进入视野的 这是他的瑕疵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听对比 但是我觉得三跟七不太像认识 因为 这个我不像是那个叫什么 有可能他是在装 因为他发达金手 他一直一直在挠头 不太像是个两个狼头漫的这个行为 所以说但是也要 所有东西都是要结合听发言的 我只是现在看的是这个结论 我觉得一跟五还行 一是听完发言觉得还行 五个也是听完发言觉得还行 首先也是看的 十我觉得可能真的不太好 好吗 其他没什么 我是个好人 过了 七号选手请发言 我是好人 力度挺大的 也不是很大吧 锦上这么多牌 但是我看的是 134895进四 134895进四 所以你给我丢金水 我也不是很信 那我就单压一张一吧 十二金水 不知吧 不知报 那我就拿锦灰啊 十二是我金水 我就单压一个一 我看的是134895进四 我觉得五不太像狼 二也不太像 六可能是个龙错吧 你保了一 十二是我金水 二虽然打了我金水 但是 我不是很觉得你像狼 但我也不会把你保死 我就单压一吧 因为我开牌前 敏一是带身份像狼的 开一个还是开六 开六吧 如果他单报 我就把六身份定出来 一验出来是查杀 也没他意义 因为六保了意义嘛 那就把六开了吧 好吧 单压一个六 三号狼人自报 昨夜平安夜 天黑请闭眼 记得十二 更后一看 还剩下来 小小小一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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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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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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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五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白痴 九是最后一狼 所以八号玩家发言就弹射了 那个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呢 我觉得就剩一个狼了 我觉得他是 所以就没了 坏消息呢 可能好人没有办法 拿点特别的东西了 四是我甩的 二号玩家是银水 我觉得五是白痴 我井上听五就好人 就没了 这么着急开毒 也只能是我吧 而且我顶着银水跳的 就没啥了 我觉得八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认为我甩的是狼 因为他起跳 他是预言家 十二是金水 我四八里去看 我就直接把四扔了 因为本来我入夜之前 看四号玩家就严杀 所以就没了 打游戏一直都这么打的 也别说什么 为啥着急开毒 就比较着急 我觉得 我想一下啊 两狼也赢不了 一八两个狼也赢不了 因为这个是猎人 你是白痴 我是女巫 十二只能是平民 我不太认为银水会自刀 所以二号玩家平民 一八两个狼顺头也赢不了 狼也刀也不够 所以我觉得 怎么都没了 认我是女巫 怎么都没了 就怎么都赢了 事也没啥 他发言就是弹射 我听他发言 而且他卖我信息 就剩一个狼了 那我觉得四号玩家我读的 所以就没了 召集读还是有点好处 因为这个人开枪 可能 所以召集读还是有点好处 就没啥的 把八头了 这一八两个狼 我想想你百一扛推了 也没用 你除非打他还是自刀 也没用 都没用 顺着投都赢了 没啥了 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投九个 我读的四 没骗你 我救了八 那你也跑不了 我是个精水 我立旅屋 我读的四 我救了八号玩家 三号玩家 是给七号玩家发精水的 七是反水立井的 我第一视角 四号 四郎就不可能 是上上井的格局 所以我马上读了四 你是个好人 不可能跳旅屋搞我吧 搞我心态不可能 那你出局嘛 对吧 你不 你出局不结束 他一而再PK嘛 我认为十一代出了十 六是狼嘛 你肩上打了十嘛 对吧 六号玩家保的你 保的一打了十号玩家嘛 那你打了他的队友 他保里干嘛呢 五号玩家没想过 所以认为十有可能 是个好运作 十号狼人自爆 天黑请闭眼 九号狼人自爆 九号狼人自爆 天黑请闭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请整理表情 五四三二一天亮了 昨夜十二号选手死亡 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请死亡选手离场 本局没有警长 根据现场时间 随即从二号开始发言 我是好人啊 今天就一二上PK台吧 因为游戏明接数 这么有五是白痴 那个九号玩家跳女巫 就是要干八出局的 所以八九应该是不是 最后两个 就是八跟九应该不见面 所以我认为八号玩家他不是 我今天就一二PK 我是好人 那个二号玩家就是狼人 井上一些填充时的发言 他是狼人 那个其实我得表水了 因为我井上打了两张牌 好像都是好人 打了四和十二号牌 因为我打十二号牌 真的是看一号牌在发言的时候 他在全场扫 他根本就没有在听一号玩家发言 然后他跟我对视 对视了一眼 然后我看他全程就 但是我是往这边看的 看了一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是在看我 所以我就觉得 十二号玩家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就打错了十二和四 但我底牌是一张好人 那个三号玩家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三号玩家是汉跳的一张牌 他起身就打我是狼人 可能是觉得我好扛推吧 但是我是好人 我真的是最后那张好人牌 一元家认我是好人 女巫认我是好人 九号玩家给我发银水 想骗我 因为我在莫这位 我在归票 因为九要干八出局的 九给我发银水 是想让我 我觉得是想让我帮他 但是他 当时他跳女巫 说实话我是信了的 但是我没觉得你 很像狼人 我想莫这位在听 一号玩家发言的 我这个底牌是张好人牌 我是平民 我是平民 就不要出我 出了我这个游戏就什么了 就是你觉得我是好人 就投一 觉得我是狼人就投我 今天就一二PK 我认为八号玩家是好人 因为九跳女巫 要干八出局的 那个我发而言 我觉得我八应该能认下我 我觉得能认下我 我是好人 我过了 认不下呀 那就一二P呗 我也不会考虑八是狼了 那个九是狼 九起来要半八出局 他除非知道十二一定是女巫 对吧 然后那个如果他们那个 那个猎人 打的实际是一个女巫 他把自己那个饮水 自刀狼同伴打出去 好像没啥没啥意义 所以十二是女巫 八我就排了 要不然就这样子 一二PK 然后那个最后 如果你说你要投 你就投 你要不投的话 我就来投 因为我没听过一这轮发言 一井上只有一轮发言 轮轮不到他发言 就自爆了 轮轮不到他发言 就自爆了 没听了 这怎么投呀 那个九给二发饮水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同伴 有可能就是同伴 然后我打错了 那个 我想一想 如果我打的一八是两个好人 一八是两个好人 九好像没必要跳女巫 是吧 是不是没必要跳女巫 一八里面投一个就行了 所以这个逻辑一 好像你还是狼 但是没听过一发言 二号玩家说 他是一个好人 三起来就攻击了他 三攻击了你 也不代表你是好人 所以要不这样吧 你如果 你就说一句 要不然就算了 我来吧 你一会别投了 一会这轮一二投 然后那个PK完了 我来投 因为我没听过一发言 好吧 你自己发好言 不用跟我对话 兄弟 你自己发好你的言就行了 你就自己聊自己的 也别跟我对话 然后那个八号玩家 你发完言 你就分析一下 给点意见 然后我那个 他俩这轮互投 然后我有可能听完一发言 直接投 也有可能他俩PK完了 再发也能够 然后我来投 好吧 我们先统一一下 然后那个我来投嘛 好不好 哎呀 感觉头上悬着一颗 重要的东西 那就这样吧 一二PK我来投 好吧 你给意见 过来 八号选手请发言 因为前面在我的视角里面 我是认为二有可能是个女巫的 但我的疑点是在于 二井上面攻击了四根十二之后 对吧 女巫选择去读掉这个四 因为十二是一张金水牌 那么我当时我前院一轮发言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有可能是一张银水牌的 我想出这张二 因为井上面二在那里 只攻击了四根十二 没有攻击我 在老人视角里面 二如果底牌 唯一张好人牌 他只有可能是个女巫 只有可能是个女巫 所以说九在这位置 九已知是个狼 他如果发音水的话 也不敢往二头上去打 所以我认为二底牌是个狼 我想出这张二 过来 一号选手请发言 首先我就讲几个简单的逻辑 你们就一定能认下我 三号玩家在井上的发言 他是说 我如果能摸第三张预言夹 我想验你一号玩家 他说他想摸第三张预言夹 想摸我一号玩家 那么是不是我的身份 在他视野里是未知的呢 这是第一 第二六号玩家说 一号玩家 我跟他对视了一眼 我觉得他的表情蛮轻松的 像个好人 六取保了我 他自爆了 你觉得三六两张 会这样把我拉上一个焦点位吗 一定不会 其次再盘二号玩家 因为一个好人的思考量 是会非常多的 我曾经有想过八号玩家 你会不会自刀 因为好人一定会去想 因为后来我想想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八号玩家是明确告诉我要 投后置为九号玩家的 首先我在井上 我是这样想的 三号玩家给七号玩家发金水 将八号玩家流进第一井挥流 如果六八是两匪 他为何给七号玩家发张金水呢 是不是给七号玩家发张查杀 他的力度更大呢 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 就不能是那个自刀狼 而二号玩家就从来没思考过 八号玩家有可能是个自刀 就只打我一 首先他在井上攻击我 一号玩家是 一号玩家你的发言 只能定义为X 三六两张牌都告诉你 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狼都告诉你 我底牌是个好人 那么九号玩家是个狼 自爆给二发金水 如果后座为美女巫 他保的是谁 是二吧 我不可能去跟一个 疑似女巫发的饮水PK吧 我是不是只能跟八PK呢 那么请问他是狼 三是狼 六是狼 做我一号玩家的身份 怎么做得下来呢 所以好人的灾难 第一次这么接近胜利 我希望能赢 公投二号玩家 我觉得八不是个自刀 过了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所有选手代亏投票 请代亏 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一号投给二号 二号投给一号 五号投给二号 八号投给二号 投票结果 二号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版型为 玉女猎白 其中狼人阵营为 二号 三号 六号 九号 预言家为 七号 女巫为 十二号 猎人为 十一号 百吃神为 五号 平民阵营为 一号 四号 八号 十号 首页 狼人落刀 八号 女巫 开解药 形成平安夜 预言家 查验 十二号 为好人 第一天 紧上环节 三号 狼人自爆 第二页 狼人落刀 七号 女巫 洒毒四号 预言家 查验 六号 为狼人 退水环节 六号 狼人自爆 第三页 狼人落刀 十一号 十一号 翻牌为猎人 发动技能 带走十号 九号 狼人自爆 第四页 狼人落刀 十二号 放逐投票环节 二号 被推投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 正名 获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局比赛 恭喜好人团队啊 虽然 有些小意外 但是最后有惊无喜啊 就是 狼队比较可惜吧 华山一这时候就说了 今天好像一两盘啊 嗯 呃 我是觉得可能三号 因为是毕竟第一次打比赛 可能有点紧张 他可能想说的是七茶沙 不小心说成七精水 他们晚上就是说给七花一精水 这是晚上打的格式 有点可惜啊 关键是七号要验一的时候 为啥不自爆 要等到验同伴才自爆 嗯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远家 他想再听一听 他万一他不是远家 哦 有道理 我估计他是这样想 就是验的同伴就是真的了 嗯 不是 然后他想了想 应该是真的可以知道 哦 那我们这样 我们先投一个好人的MVP吧 好吧 三 二 一 文字老师 你先说说 你为什么 八号 八号从头九开始 就九号自爆的那一局 开始的表现就还是比较优异的 而且最后一轮轮坚定的 就决定了投资二号 对吧 当然我相信 我相信五号也 可能内心里面已经有决定了 学里说 五号虽然最后是归了一个狼人 但是他的那个时候 其实有做了一点差点 让好人输的举程 是拉了一个两个好人上PK 这是我们都听到的 女巫呢 是没有给女巫的道理 是因为他图了一个好人 恋人呢 带走个好人 唯独能给的呢 只有预言家 跟先制发言 强拉一个狼人 进轮次的八号玩家 但是在最终 八号玩家 给足了九号玩家压力 九号玩家跳了一个女巫 后面一个精水 跳了一个女巫 归了走一个狼人 在最后一二的里面的轮次 明确归走了 二号玩家为狼人 保下一号玩家 写这个逻辑 是 一定是 雷打不动的好人逻辑 所以说没办法了 最后一天 我认为所有好人都很优秀 他们都认定了二一定是的 对吧 但是结合第二天 跳行认定了二十 对 二一定是的 第二天我们是看到的是 的确是八先给九 不管五次不是白吃 我要干九 对吧 九号玩家 其他女巫要干八 精水 一旦精水踩到女巫 那九几人自爆 且爆出了八银水 这个身份 所以我是个人认为 五号玩家很优秀 但八号可能在前面一天的翻演 可能也是跟位置有关吧 可能更为优秀一点 这是我选择八的女巫 那选一个狼队的尽力吧 狼队尽力 你们有人选吗 有的 三 二 一 虽然跳女巫跳得不太好 但是毕竟第二轮是主动出来带刀 刀的是十一号 是个神牌 对吧 而且神牌带的还是好人 对 只不过是因为他碰到精水女巫 导致狼队拉崩 是真的没必要跳女巫呀 我 女巫的位置还是给二来跳稍微好一点 因为前面一个名警察 立身奉的归的是两个好人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女巫在他就一定会出局 对啊 就是出局了 12号是女巫 他出局的概率非常大 对啊 就女巫不在了 那你倒掉5就好了 反正一把PK 但是我是想过 因为他们为什么不到12号 因为我们不说铁逻辑啊 大概率 小天开炉的精水的概率比较高 我们只能说比较高 不能说一定是 也有可能自信的 这个就 这个不是 这个你是已知了12号 对 对 对 我们不能这么说 那么万一 他们砍了12号玩家 12号要出局了 他跳了一个女巫 但是那时候恋人就在了吗 对 还有一个好人也在了吗 对 有点可惜 只能说有点可惜 这把因为如果刀的是12的话 8号玩家的这个信息也报复出来 就非常可惜 但是他刀的是神 也很不错 对吧 就只能最后 对的 对的 那军季游戏啊 恭喜好人团队 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人团队正常发挥 就是没有什么好恭喜 也不能说正常发挥 因为呢 毕竟也是 神牌犯了 犯了点错 犯了点错 两个坑位呢 也帮他们排干净了 对 四根石都排掉了 对 运势好就因为没有搞到神 搞了平民 又没有搞到神 又没有搞到饮水 对吧 说明今天狼人要小心了 那没位置 因为 天时地利都不合 没位置嘛 一号上来就又说了嘛 对 铁罗技说了很多啊 那么恭喜本轮游戏好人的MVP是8号 狼队的净利是9号 那么我们也期待第二把的比赛 我们下轮游戏好人的 我们下轮游戏好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恭喜好人团队 今天是开门红 第一局就是代引号的轻松 拿到第一胜 当然这个所有的轻松 其实也不是特别轻松 毕竟两张神牌 还是犯了点错误 但是也是值得原谅 毕竟都是盲蛋 没有听过发言 那坐在我身边的 就是我们本局好人阵营的 含金量比较高的 这个MVP 黑鱼选手 黑鱼选手呢 也是我们这个上海地区 比较这个 比较因为老玩家了对吧 对 然后说一下你这局的所有思路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摸完牌的时候 我抿了二 但因为我跟子玄的 玩家关系都蛮好 所以我就在井下面 我也没有去说 因为二摸完牌之后 皱了一下没 当时在二井上面发言 打42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非女无智狼一张牌 然后铁带身份的一种 对铁带身份 然后五号六号 我当时井上面 我的 就是他们发言之后 我是对他们是 结果 结果跟我当时的想法 是产生了置换 我觉得五有可能 有可能是个狼 六非狼继承 我当时是这样子 但六字爆了 五就是个好人 而我一开始井下发言 我去打了这个五 后来我想到 不对 六字爆了 所以说我当时回来 我说狼行这局 那个我们导播妹妹也说 他井上点的身份 全都全是错的 他点的几张身份 好像都都都不对 不过也因为 因为六个五的 这个发言 应该不算见面 对吧 有的时候好人 像狼行就敢于去点身份 虽然点对点错 不一定不一定对 但是他敢于点 可能就是心态上面 像好人想去找狼 然后后面的局势 再跟我们说一下 你的视角 小磨狼吧 小磨狼 小磨狼 好人不赢了吗 能不能给我们 好人阵营打打气啊 也行啊 但是磨狼好玩 磨狼好玩 对 因为《玉女对白》的板子 可能这个 这局狼队也比较 奔在 全都发到 一个精水 一个预言家身上 是吧 一个跳女巫 一个跳预言家 全都发到本尊身上 是有点 有点的 然后 黑鱼上赛季也参加 个滑翔面记 上赛季成绩怎么样 或者对自己发挥怎么样 还行吧 上赛季一共 是参加两天零一场 第一天 还行 狼拿了个MVP 第二天 差点背了个锅 上赛季一个MVP 这赛季 手登 也拿到MVP了 其实我们圈子里的人 都只是互相在聊 你拿过MVP 你拿过MVP了 对吧 那你拿到一个MVP 并且是好能阵的MVP 确实非常值得夸赞了 然后 下一局你想拿狼人是吧 好 想来了 我恢复你 好 恢复你下一把拿一个平民牌 好吗 也行啊 谢谢龙哥 好 我们下次休息 第二局我们将开启上帝视角 可能大家可以看比赛的时候 可以尽情的发泄了 好吧 一会见